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最近上海有一部這個紀錄片叫做《四月之聲》 但是他現在在中國的平台上被大力封殺 不管是微信、微博、抖音、西瓜視頻、B站 只要是中國的平台都在大力的封殺 相信這個有轉傳過的中國人應該都能明白我在說什麼吧 所以現在有很多中國的網友都把標題的名稱改掉 但是最後還是被刪除了 現在他們就是在比你官方刪除的速度比較快呢 還是咱們中國人啊上傳的速度比較快 但是不管如何啊 中共這個體制在啊 你永遠是輸的那一方 你只能轉傳推特、YouTube、其他國外的平台 你才不會被刪除 時間久了之後一年、兩年甚至十年之後 試問新出生的孩子 其他的人誰知道上海在三月份、四月份發生了什麼事情 就算十年之後還有人知道 告訴他的孩子,他的孩子會反過來說 爸媽、哥哥、姐姐 你們造謠啊 我網路上查不到這個事情啊 就算查得到官方也都是 怎麼眾志成城、愛黨、愛國、團結、邪惡美帝放出來這些東西啊 上海是一片祥和 之前你們那些十年前的人 都被經費勢力洗腦了 從1949年至今都是如此 一年、兩年之後大家繼續歌舞升平 既然你們1949年就已經選擇了這個體制 既然大部分的人都希望隱忍 大部分的人也不敢換掉這個執政黨 畢竟要換掉一黨專政、一黨獨大 甚至是這個極權中央、皇權這種 政權這種國家啊 是要流血衝突的 同樣的事情 同樣在發生 事件的大小規模差別而已 這次上海人經歷了這些 在以前還沒這些事情的時候 其他地區的人啊 都有發生零星的個案 跟你們現在是一樣的處境 甚至比你們更慘 有人在乎嗎? 沒人在乎 有人care嗎? 沒人care 那剛好這個事情 讓很多人都有感觸、都有感受 什麼時候能真的覺醒? 我不知道這一次是不是一個火苗 還是又被共產黨洗掉了 然後又過了七十幾年 又一樣的事情在發生 然後一樣又被和諧 一樣大家要問問人說 算了日子就這樣吧 什麼時候是一個鏡頭? 我不知道 帶大家來看一下一些中國網友的留言 從來沒見過這樣的場面 一條視頻在朋友圈被瘋狂轉發 半天已經達到了十萬家以上的轉發量 原鐵很快被刪除 但這次刪除換來的是上海市民的集體抗議 一個一個新的ID繼續上傳 刪了就發 再刪再發 如果你是那個捂住嘴的人 我就問你怕不怕 下面都是 所有的肉菜都不能入戶 而為什麼數倍溢價的團購卻能一路暢行 刪了怎麼在發北 就那麼害怕民生被聽到嗎? 瘋得了意識 瘋得了天下優優的人口嗎? 只要他這個體制 這個黨 還在專政中國 他 就能控制得了 我還看到有一些小粉紅說 現在正在搞顏色革命 雖然大家都在抱怨 但大家不覺得 這好像顏色革命的開始嗎? 我不知道為什麼你們會把革命變成一個很無理 或者是很不好 也很負面的一個一個詞 中國共產黨領導像做的那麼好 上海人會這樣子嗎? 誰會想要反抗 誰會想要抱怨? 你們怎麼永遠搞不清楚問題呢? 如果你認為革命是不好 那你現在是不是在否定自己中國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要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 為什麼要把中華民國從大陸地區趕到台灣啊? 這不是就革命嗎? 當然革命就不外乎兩種結果嘛 越來越好 或是越來越倒退嘛 我只能說如果不改革不革命 那我想請問你們現在出來抱怨什麼? 10年之後5年之後還是大家都忘記了 還是一樣的事情一樣在發生了 清帝國是不是怨聲載道改革也失敗了 然後之後被革命了 中華民國在大陸地區那個時候也不好 改革也失敗了 後來也被革命了 是吧? 那我們現在馬上帶大家來看這個紀錄片吧 目前我們上海沒有工程 現在也不必工程 對於當前上海的疫情形勢 我們將根據區域封城 咱們也就下定決心 封上三五天 封上一周 不行嗎? 不行 為什麼不行? 因為上海 我們這個城市承載了不僅僅是上海人民自己的上海 我們這個城市還承載了在全國社會經濟當中 承載發揮了重要的功能 我想我們全部的上海使命應該有這樣的大局觀 我現在告訴你一個事實就是 病房很緊張 隔離點沒有房間 120沒有車 這個就是事實 現在馬上讓我通知人家陽性 健康雲上面是個陰性 我們不讓人家打12345投訴健康雲 搞什麼搞嘛 現在連上海發布微微博上面都關閉評論了 今天早晨四點多鐘就來了 到現在都幾點了 這個菜是不是要全部爛掉 水也沒得喝 上海有小麥鋪有沒有 吃沒得吃 我是來支援的 無償的 我現在我連溫飽都 你知不知道我們有浦東的居民 浦東的朋友們他們收到大禮包 上面印的是寶山區政府 你讓我們作為寶山區大廠鎮的居民是作何感想 同時你知道嗎 前面兩天你們搞的所謂 謝謝大白們 謝謝你們今天大白 你 我也需要上面有好的政策來給我 我可以對居民有交代 現實是沒有 知道嗎 沒有 這個工作讓我們更新疲累 要把他打死了 哎呦你天哪 我們都是一棟樓的 我們都是好朋友 你是來自於這麼遠的地方 到我們這裡很同意 阿姨一定要讓人家看看 誰說外鄉人在上海不那個 哎呦好點這個 鹹菜都吃一吃 警察給我們送飯來了 上海的好警察 幾天沒吃飯了 鴿沙的牙 從早上的八點鐘一兩年 來來外外吃了兩湯 我們以為接受 不過巨外港 巨外港英語肯定能接受的 現在就有個多兩湯 肯定就 我們來吃的鴿沙的鴿沙 那你的鴨鴨鴨鴨 是能煮出來的日子嗎 你說我現在希望做了 把他端然進去掉 為什麼 那我們吃什麼 那我們吃什麼 都不管 他不讓你進嗎 他不讓你進嗎 人家住在裡面的 不讓人家進 有這個道理嗎 你去跟街道講啊 街道就講了這問題啊 這小街道最有街道 我原來昨天就想送給你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怕這個大家相互感染 因為我怕這個大家相互感染 對 但是我原來昨天就想送給你的 但是在今天我想了一下 因為可以做到 都不會死人的 二要二要死人的 這個樓你看都還沒有封頂 進來了以後 就所有人先搶被子 搶床 那你告訴我哪裡說 我不知道 我不是在門 我也起來合理的 這種是連床都還沒有枝起來的 人家就直接睡地上了 那你們發不發不知 你發不發不知 你發不發不知 你等通知 我們進去啊 等通知我們都快餓死了 我們在說猛啊 火災怎麼辦 你告訴我火災怎麼辦 火災怎麼辦 火災怎麼辦 火災還是發燥了 阿姨你們在忙 不好意思 再餓死一下 不是說我們不配合 是我們作為志願者 我們根本就做不了志願家 是吧 這樣的話 連志願都還這麼做 明天過後 你們封條一撕 我們志願者都不願意 一二三次我也打過了 一一二零也打過 是吧 我知道您都打過了 您看有結果嗎 是沒有結果 我也不知道 他們到底在考慮什麼事情 李老師 我真的很無奈 我現在 我比你更傷心 因為您已經是一個家庭 我看到的是無數個家庭 對 您所談的一切 我真的很理解 你的情況 我以書面的形式 都已報過 電話打過無數次 謝謝你 對不起李老師 我無能為力 唉 真的是 我得心 我肯定是 你要 尋找